第二 一 慈悲们 把一切众生苦 远离无安众生心苦 如果 不能帮助众生利苦得罗 这个人没有慈悲心 他搞的是什么 自私自利 搞的是自己名闻利 完全搞的是自己的利 那么能成就 能 短时间的成就 昙花一现的成就 到他成就的 圆满的时候 也就是他卧观满营 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 山土地狱去了 这些事情 自己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为什么 求生 反度 这种事情 自古至今 不知道有多少人 太多的例子 我们会不会走上这条路 不敢保证呢 所以我劝勉同学 决定要认真 深入尽章 我们自己 如果把金教丢掉了 不要丢球 三个月 你就有资格到地狱去了 迷了 我们天天用金教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自己明白了 古人有一句话说 我看得破 我忍不过 但忍不过可麻烦大了 看破了 也没有 还是要到五间地去 为什么 忍不过 所以 民要忍 利要忍 群职要忍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要不忍 就是地狱 阴光大师一生 每一天面对着一个狮子 他警惕自己 我看现在的人 那个狮子 他不怕了 应该把狮子换成地狱 每一天面对着 这地狱 十一经不起作用了 映光大师的年代起作用 这个年代不起作用 一定要把地狱摆在面前 把神殿阎王摆在面前 也许会起点作用 一定要把一切众生苦 凡是对众生不利的事情 一定要远离 远离 五 岸众生贤苦 这个很要紧 这都一定要常常 高度警觉 体现自己 念念想着众生苦 看到众生苦 我们的警觉性可以提升